在一档综艺节目中 游戏环节期间 杨子写下了三种食物 让其他嘉宾猜自己最爱吃的是哪一个 秦肖贤最逗 只可以写一个答案 他却写了三个 逗了了现场嘉宾 就连杨子都忍不住要夸他 因为杨子是北京人 所以其他嘉宾很多都选择了烤鸭 谁知道作为北京人的杨子 最爱的并不是北京烤鸭 反而是火锅 惊掉了一地下巴 许多人都表示不太理解 认为北京人最爱的就应该是北京烤鸭 谭剑次也因为这个误区 选错了答案 面对质疑 杨子称自己最爱的就是火锅 因为火锅是大杂烩 想吃的都有 作为主持的何琼也表示 自己认识的五六个北京人 也不是特别喜欢吃北京烤鸭 同时也说到 杨子是北京人就应该最爱吃北京烤鸭 是刻板印象 简单的撕个字就解释了杨子选择火锅的原因 也给了其他嘉宾答案 何炯真的很睿智 可能火锅是许多女孩子的最爱 聊到吃的话题就无法自拔 杨子也不例外 还套路自己可以凌晨四点起来吃火锅 还称凌晨吃火锅不胖 直接把其他嘉宾震住了 依脸的难以置信 何炯更是反问 这是谁告诉你的 不过杨子就是兼职凌晨吃火锅不胖 自己拿他当早饭 还直言自己可以一天三顿吃火锅 看得出来 杨子完全是一个小吃货 还是沉浸火锅难以自拔的小吃货 作为吃货来说 只要自己喜欢 什么时候都无法阻挠自己对吃的追求和渴望 也许是杨子对火锅的执念太深 其他嘉宾都不可思议地看着杨子 可能这时他们才真正意识到 吃对一个吃货有多么大的魔力 尤其还是自己喜欢吃的食物 作为吃货来说 可能最担心的就是身材管理问题 不少网友都对杨子凌晨吃火锅不胖的奇怪知识点击中文要害 纷纷表示自己也要试试看 杨子的观点也逗了了许多人 夸赞杨子太可爱了 来吧